山东自博这座城市到底好不好 自博地处山东大地 是一座散发着独特魅力的城市 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它的好与不好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自博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 作为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这里孕育着灿烂的古代文明 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溃宝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民族 他们见证了自博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 也为现代城市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经济上 山东自博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 传统工业根基扎实 在化工建材等领域有着左右的成就 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同时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 科技创新也不断推动产业升级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博的自然景观也是别具一个 很多的山山水水 然后各项的博物馆都是一个宝藏 很多地方的山水画卷都是令人逃顺的 瀑布飞泻 峡谷幽深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清净自然 放松身心的理想之地 在生活方面 自博的城市建设日益完善 交通网络不断的优化 道路宽敞 公共交通便捷 绿化环境比较好 方便居民出行 教育资源丰富 从优质的基础教育 到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 为人才培养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医疗设施也是交易完善的 能够满足居民的一些 特殊的医疗需求 那么当然了 山东资博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面临一些挑战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 环境压力曾是一个问题 但近年来政府 相关部门采取了积极措施 大力政治环境 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城市在快速的扩张当中 也面临着资源分配 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但是相关部门 已经在积极谋划解决方案了 总体而言 资博是一座好城市 它有丰富的文化 活游的经济 优美的自然环境 和便利的生活条件 尽管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 当然都是在正在积极应对 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值得人们去欣赏 去探索